跑的和跑车一样快的拖拉机 真的还能用来工作吗 我们生活之中见到的拖拉机都是行动缓慢的 并且启动的时候还要使用拉杆摇晃 而且开起来还有非常多的浓烟 在十几年前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 现在的城市中已经不让这种车进入了 而国外一家公司竟然设计了一款新型拖拉机 和传统拖拉机不同的是 车头较小 并没有传统的拖拉机大 这是国外这家公司为了给它提速而特意设计的 这款拖拉机的最高速度能达到240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和超跑的速度一样了 人们质疑这款拖拉机最多的地方就是 中看不中用 只是跑得快 并不能拖东西 但其实它的发动机马力非常的大 里面搭配了一个6缸的柴油发动机 为这款拖拉机提供动力 启动起来有1000多匹的马力 用来干农活这个马力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相对其他的拖拉机 这款拖拉机的重量并没有那么的重 为了让它跑得更快 整体的发电机等一系列机器都做了相对应的调整 在设计师的不断改良下 这款拖拉机的最高百公里加速可达到10秒 可以说非常快 看外形也是非常的炫目 据说还获得过世界吉尼斯记录 就是不知道是最帅的拖拉机还是最快的拖拉机